谢谢美门的老师为我们做平甩工标准的示范 待会我们总共甩30分钟 分成三个回合 每10分钟会停下来让大家休息一下 缓解腿酸的问题 现在专心听讲解 看着标准的动作一起来练习 注意身体的姿势 两脚平行与肩膀同宽 往下看一看 两脚之间的距离就是自己肩膀的宽度 脚尖要确实朝前 两脚平行 好 脚踏实地 身形中正 左右平衡 眼睛轻轻地闭上 面带微笑 全身放松 鼻心 鼻土 保持自然 完全放松了 待会儿才能够甩得更好 好 眼睛慢慢张开 双手平举跟肩膀同高 肩膀 手肘到手指头 要呈现平平平的一支线 轻松的梳直 很好 很好 平甩功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听数数的标准节奏 轻松地甩 踩 踩到第五下的时候 膝盖往下轻松地弹两下 蹲的时候 不是越低越好 膝盖要放松 保持弹性 二 三 专心地甩 把脑子里头的琐事 通通都暂时地放下 四 嘴巴呼吸 容易耗缘气 二 从头到尾 都用鼻子吸气 鼻子吐气 一 二 三 四 面带微笑 轻松地甩 一 二 三 甩多久 就享受多久 一 二 三 专心地甩出轻松 多看教练标准的示范哦 一 二 五 一 继续 稳定地甩 一 二 四 五 甩出平衡 一 二 三 四 甩出中正 一 二 三 四 甩掉浊气 五 一 二 三 甩掉并气 五 五 一 一 二 三 四 自然地呼吸 一 自然地甩 一 二 四 五 保持平 保持平顺 一 两手向钟摆 自然地摆荡 一 二 越规律 越规律 越轻松 越轻松 效果就越好 一 越能够带动体内的气血循环 五 一 一 二 三 往前甩 不超过肩膀的高度 一 往后甩哪算哪 不要刻意 四 五 一 继续轻松地甩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甩着甩着 一 气就会越来越长 四 到小腹的时候 就成就腹式呼吸了 三 四 五 甩到沉住了气 二 三 四 五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大家一起团练 开心 愉快地甩 短短的时间 就可以甩出强大的磁场 一 二 平平地甩 四 五 红滤的甩 一 二 二 二 三 四 否则就变成一般的体操了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甩弓,可以达到自我检查和调整的效果。 从根本上加强本质,改善体质,变换气质。 继续轻松地甩。 练功,有没有捷径呢? 师父说,学对了门,走对了路,就是捷径。 又说,不需要毅力,恒心,只要天天练就好了。 李凤山师父,遵从天地大盗,智解智义,而能智大智刚,创造出平甩弓。 简单就是智慧 才容易天天练习 能天天练就能够调摆病 每天早晚睡眠前后 就是专心练功的好时间 每回甩半个小时 初学的人甩十分钟 可以休息一下 缓解腿三脚麻 持续练习 百日足迹 一百天天天甩 打基础 最直接改善的就是 失眠 练蜜和腰酸背痛 重症的人 一天可要甩个两三个小时 可分四五回来练习 平甩功 在平字上下功夫 甩得平心静气 平常自然 通清达脉 通体舒畅 一二三四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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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阶段的平甩功 稍微休息一下咯 一二三三四 慢慢停下来 两手自然回到身体的两边 眼睛轻轻地闭上 面带微笑 全身放松 注意呼吸 吸气 吐气 自然顺畅 这时候 这时候会感觉到手脚 热热 脏脏 四次 麻麻的 甚至身体还出汗了 这些所有的现象 都是通气 气 气 循环到末梢 产生 最好的回流 回流 到五脏六腑 滋润 全身 继继续地放松 吸气 吐气 慢调丝理 好 在最舒服的感觉里 眼睛慢慢张开 来 两脚动一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